起云狠心 他要知道是自己 是自己一生呢 他一定 想方法来调理 把他恢复正常 不知道啊 佛晓得 菩萨晓得 静虚空变发界 是一个自己 你看禅宗里的长讲啊 这个虚空发界 一切众生是沙门一只眼 这个话说得多好啊 那是一不是二啊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入波尔发门呢 入波尔发门 就是明星见星 就是宇宙人生真相 完全明白了 我们现在迷而不决 所以我们的念头 邪而不正 我们的心地 是然而不尽 靠什么办法来恢复呢 靠佛陀的教诲 所以要修行 先要学经论啊 你不学经论 你从哪里修行 你修什么行 所以 教在当前 第一重要 释迦牟尼佛在诗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休息 我们想想这个道理 第二个问题 进宗学会 内部同修们应如何配合 彼此间 应以活种做法来合作 这是应时 因地 因人 而不相同 一定要看 我们要看现前的环境 我们有哪几项工作 一般 这个佛教的道场 在从前佛教道场 都是学习的场所 像学校一样 他的工作 大分呢 分成三个部门 就跟现在学校一样 一个是教务 一个是训导 一个是总务 那么看你的团体大小 你团体要大 当然 每一个部门里面 在分组 把它组织起来 如果团体不大 像我们图文巴这个道场 只有十几个人 不大 那我们就三个部分 就够了 再从 四面 这个佛门里面 管教务的 叫首座和尚 管殉道的 为道和尚 管总务的 这是建院和尚 名称不一样 工作跟学校 没有两样 我们现在可以不用 这个佛教传统 这些名称 我们就称为 教务 训导 总务 就可以 这种称呼 大家一听 很清楚 像此地 金中学会 那么在一般 道场 叫当家师 我们这个 李文法 是当家师 他不叫当家师 叫总务 或者不叫监狱 不叫当家师 叫总务 这一听 大家很清楚 我们是现代人 可以用现代的 这些名称 特别是在国外 以免别人产生 误会 那么第三呢 将来的目标 如何发展 在现代社会里面 最重要的是 两桩事情 一个是 怎样成就自己 一个是 如何帮助社会大众 这是两桩大事 帮助自己 自己在这一生当中 肯定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我们自己的目的 达到了 那要怎样 才能够肯定往生呢 必须对于 金宗的典籍 金宗典籍不多 在任何宗派里 最少的 只有六种东西 五经一论 无论一哪一种 都可以 篇幅最少的 大师至菩萨念佛 原同章 两百四十四个字 我一生就依照 这个 这一张 一教风行 你就肯定往生 金宗金典 最长的 无量寿金 比起其他 这个 这个宗派典籍 分量也少很多 无量寿金 只有一卷 也不过两万多字 所以只要一一步经修行 决定能成功 但是这一步经里面讲的理论 方法 境界 自己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七心动念 言语造则 都不离开 经典的教会 这个人就决定往生 这我们个人目的大道 金宗是大乘法 不是治疗 所以必须要帮发心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我们就把 尽重的发门 尽重的点击 尽心尽力 介绍给 有缘的众生 我们的能事就逼了 我们可以做到的 那就做得很圆满了 那么现在 利用这些科学 这个机器 比从前方便多了 从前我们要把 经典介绍给别人 那只好自己手抄一步送人 现在可以引印 现在光碟 自己可以卡背 以这些东西 跟一切大众界缘 好似 帮助别人 种善根 我们出门 手上拿一串念珠 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 佛 他那个佛 这个印象 就落在阿赖叶石 一立而根 勇为道主 这是帮助人 种善根 随时随地 我们都把自行化 他的工作 做得很圆满 那么道场 怎么样的扩展 完全要看 预言分 不要有丝毫勉强 世界因缘成熟了 可以发展 应缘不成熟 就不能够发展 发展是自己给自己添麻烦 你的心怎么能清净 总而言 这一句话 无论怎样发展 绝不破坏自己的清净心 这一条最重要 如果对自己清净心有妨碍 我宁愿写弃这个道场 为什么呢 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机会 也设掉 那是真正可惜 这个机会 确实像彭基钦所说的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开金记 大家天天念 不要千万劫难遭遇